在日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居酒屋 而且日本人下班之後真的很愛去居酒餐 那聚餐的時候會用到哪一些日文呢 現在由艾莎老師來教你唷 喔 艾莎先生 久不見了 太可愛了 我來吃飯嗎? 是的 先生有飯嗎? 是的 很棒了 大家一起去吃飯嗎? 是的 一起去吃飯 去日本的話我們一定要吃吃喝喝 這個時候會用到哪一些日文呢 在餐廳的時候萬用的一句話 請給我什麼什麼什麼 那你可以用名字加上我 句為加上ください的說法 鳥皂をください 請給我小盤子 請給我筷子 那想要冰水的話怎麼說呢? 歐陽をください 歐陽就是冰水 如果外國人會講歐陽 日本人會覺得 欸?好厲害喔 因為很多人都會講說 冷水冰冰的水 但是呢 外國人講歐陽的話 哇哦 真的有在學日文呢? すみません 歐陽ください 這樣才是有禮貌的喔 來 乾杯 ちょっと待って 在日本呢要乾杯的時候 這個杯子要低一點這樣子 乾杯 如果高的話呢 有點沒禮貌 但是如果第一次見面 或者是同輩 低低的 你也要更低 對對對 日本人的禮貌 真的是噴太多了 看完了剛剛的影片之後呢 我們來學習一下 一緒に飲みませんか? 要不要一起喝東西呢? 飲む就是喝 飲みませんか? 邀約你要不要一起喝? 一緒に飲みませんか? 假設要不要一起吃呢? 一緒に食べませんか? 一緒に食べませんか? 我是愛莎 讓我成為你的日本語の先生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